我们今天继续上周的主题谈到立位记的记 为什么要查考立位记的五种记 因为需要五种记才能带出全辈的真意 就是关于十字架上基督被钉死 透过五种记被描绘出来 虽然素记更多关于他的生命 但是这五种记寒阔了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各个面向 记得我说过 你不必知道很多才能得救 只要知道他为你的罪死 为你能称义复活 并承认他是你的救主汉主就得救了 你只需要知道这些 但是要更多认识主 要明白耶稣在十字架上工作的各个层面 你会更多领受 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所做的 你和你的家人能够享受 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所做的一切 平安记并不是你献上以得着平安 平安记在当时献祭时 是要庆祝或享受以得着的平安 换句话说 如果他们犯罪 不会献上平安记 平安记不是为赎罪 其实是烦记和赎罪记 这两种记在神面前是为赎罪 特别是赎罪记和赎千记 平安记是在你透过赎罪记 罪得赦免后领受的 也许神以特殊方式祝福你 你已在生命中看见得怜悯的印记 或你想向神表明 你的感谢 你的感恩 这就是为何人们献上平安记 圣经在立位记七章说的原因之一 是为了感恩 另一个是为还愿 或是甘心献的 这些是人因为以某种方式蒙福的 他们想感谢神 他们带来平安记 并享受着神所赐的一切 Amen 在享受的同时 代表我们在生命中意识到 这对今日的我们代表什么 耶稣为我们的罪死没错 但基督也承担我们的病 带走我们的病症 这对今日的我们代表什么 为了享受这些 我们需要认识平安记 记住这一点 平安记来自希伯来文 Sheramine 其实就像英文的平安们 这没有意义 因为我们不说平安们 但这是平安的复数 不仅是单一面向的平安 我们认为平安是心灵的平静 这是我们今天对平安的看法 但平安 希伯来文是Sherlon 希伯来文的Irene 不仅是内心的平静 其实Sherlon 其实是完整 完全 美好 甚至兴盛 和平安 包括彼此关系 当你有神的平安时 这种平安 浸透到关系中 浸透到你的情绪中 也会彰显在你的身体上 健康和完全 身体各部位的健康 这是Sherlon Sherlon Sherlon 是平安祭 是Sherlon的复数 因此是平安的各个面向 所有丰盛在各方面的 哈利路亚 当你献上平安祭 你接受了Sherlon 在你每个部分 包括灵 魂 你的情绪 你的思想 你的身体 你的健康 你生命的各个领域 哈利路亚 圣经说 因信 因信 称义 这是凡祭 Amen 你带来凡祭 你就称义了 我们既因信称义 得与神相合 因此平安祭 在凡祭之后 在赎罪祭之后 发生在 已经得赦免的基督徒身上 已经称义的 很多时候 我们没意识到 平安要能够得到 不是因为自己做了什么 特殊的姿势 我们长时间默想 去乡下或海边 做深呼吸 不是你做的 是你得着的 耶稣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 不向世人所赐的 他唯一的要求是 你要接受 要享受 他说 你们心里 不要忧愁 这是你的责任 他赐下平安 但你享受这平安的方式是 他只告诉我们一件事 我们无法 我不能让你们的心 不要忧愁 你的牧师 不能替你做 你的配偶 不能替你做 你的孩子 不能替你做 除了你自己 没有人能替你做 从现在开始 告诉自己 整个礼拜 我要这么做 每当我的心忧愁 我的心焦虑 我会深呼吸说 你们心里 不要忧愁 你们心里 不要忧愁 Amen 赞美主 OK 赞美神 好 在萧拉命的记 注意动物 被带到主面前 萧拉命 也有不同的分级 我们要看最高等级 就是公牛 这里说 人献 共物为平安记 若是从牛群中献 无论是公的是母的 必用没有残疾的 献在耶和华面前 他要按手 在贡物的头上 在于会幕门口 就像凡记一样 记得吗 要按手 按手在动物身上 代表了 象征什么 象征了认同 在于会幕门口 亚伦子孙 做祭司的 要把血 洒在 坛的周围 首先 且最重要的 我们注意这个记 在第一节 必用没有残疾的 献在耶和华面前 这象征我们主耶稣基督 朋友 每当你看见耶稣 甚至在圣经中 我们正在查考平安记 我们看见 基督被钉在十字架 这些都象征 十字架上的耶稣 我们越看见耶稣 基督被钉十字架 是神的大能 和神的智慧 在你生命中 释放了神的大能 也释放了 神的智慧 他要按手 在贡物的头上 在于 这是身份认同 亚伦子孙 做祭司的 要把血 撒在坛的周围 记住 撒在祭坛周围的血 代表什么 耶稣的保险 也完全满足 神对公义 和圣洁的 所有要求 要你 和家人 做到的 哈雷路亚 所有 要求 和条件 是十分 圣洁神 要你 能做到的 Amen 以透过基督 满足了神 他的死 带来 新香之气 献给神 哈雷路亚 是神 拆派他爱子 来完成这目的 Amen 今天神 没有对你生气 每当你来到 神面前 神闻到 基督的 新香之气 赞美主 在第三节说 从平安记中 将火记 献给耶和华 也要把 盖脏的 脂油和脏上 所有的脂油 好 脂油 是最主要 被献上的 动物 所有不同部位的 脂油 肾脏 侧腹 肝脏 上部 这里提到的 全都是脂油 而脂油 看Left 希伯来文 其实意思是 最丰富 最好的 上好的 最佳的 Amen 最佳的 最好的 Amen 上好的 神要你拥有 最好的 哈雷路亚 耶稣是神 为我们所有人 预备最好的 当他死在十字架上 这节经文在说的是 当他在十字架上 在当时 选了命动物 通常是一只羔羊 或者这里 我们读的是公牛 这是选了命记 祭司会切开 他切掉里面的部分 小心翼翼 拿出脂油 脂油代表内在 最丰富 最珍贵的 耶稣最好的部分 各位 通常人们试着给人 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们会试着改变 外在的行为 并试着在某人面前表现 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他们里面究竟如何 我们不知道 这就是为什么 你遇见一个人 只约会几次 就决定结婚 不是正确的 你觉得你恋爱了 要慢慢来 花点时间了解这个人 这个人的内心 这个人到底是谁 特别是没人在看的时候 耶稣非常奇妙 圣经说 当他从约旦河出来 当他在约旦河 接受约旦河的喜 圣经说 神是这样说的 这是我的爱子 在他里面 注意 在他里面 神看到里面 是我所喜悦的 耶稣内在的一切 都使天父喜悦 使天父满意 是天父所喜悦的 耶稣非常奇妙 圣经说 当他从约旦河出来 当他在约旦河 接受约旦河的喜 圣经说 神是这样说的 这是我的爱子 在他里面 注意 在他里面 神看到里面 是我所喜悦的 耶稣内在的一切 都使天父喜悦 使天父满意 是天父所喜悦的 你有知道吗 我们越多谈论 天父便会喜悦 这就是敬拜 Amen 向父述说 他爱子的荣耀 Amen 在美耶稣的名 也要把盖脏的枝油 和脏上所有的枝油 并两个腰子 和腰子上的枝油 就是靠腰两旁的枝油 与肝上的网子和腰子 一概取下 亚伦的子孙 要把这些烧在坛的繁迹上 这些是枝油 所有不同部分的枝油 肾脏和肝脏的枝油 以及这动物 所有不同部位的枝油 要把这些烧在坛的繁迹上 就是在火的柴上 是献于耶和华为新乡的火迹 所以枝油在祭坛上 在繁迹上燃烧 换句话说 Shala Ming的枝油 被放在一块繁迹上 还记得繁迹的那部分吗 无论是头部还是腿部 我们上周谈到 关于部位繁迹的头 他不知罪 脚他没有犯罪 在他里面没有罪 枝油被放在这部位 换句话说 繁迹象征的是 我们上周提过 在神面前称义 Amen 所有耶稣的义都归给你 Amen 祭坛代表了 祭坛其实是 其实是神宣告之处 Amen 这是你献给神实物之处 其实你继续读 谈到神的实物 来看十六节 关于平安记说 祭司要在坛上焚烧 作为新乡伙计的食物 Amen 希伯来文 面包 谁的食物 是谁的食物 神的食物 你可知道 玄了命是神的食物 神在爱子的顺服中 找到他的满足 耶稣是这样说 我父爱我 因我将命舍去 并且父怎样吩咐我 我就怎样行 起来 我们走吧 他快快的顺服 他爱天父 父得着他的食物 因爱子的顺服 因爱子的喜乐 和敬拜 因他的 因他的完全 天父 在耶稣里 找到喜乐 无人像耶稣一样 带给天父 喜乐和快乐 Amen 感谢神 耶稣的一切 都归于你 Hallelujah 每当你记得 献上平安记 我解释过如何献上 OK 这就是神的食物 神很喜欢 赞美主 Amen 因此在这里 我们看见平安记法则 列位记七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小玉以色列人说 献平安记给耶和华的 要从平安记中取些 来奉给耶和华 每次提到平安记 要记住是负数 其实很多平安记 呃 神了命 他亲手 献给耶和华的火记 就是支油和胸 要带来 好把胸 在耶和华面前 做摇记 摇一摇 朋友 这记主要的特征 动物的部位是支油 动物内脏的各部分 支油是被带到主面前 代表了什么 代表了神看向耶稣 他看见他的意图 其丰富 美好 圣洁 完全 和耶稣思想的完整 意图 对天父的渴望 任何人都无法接近这一点 但感谢神 我们不在自己里面 耶稣是我的意 他所有的一切都归给你 赞美主 也归给我 哈雷路亚 赞美神 好 他以一切丰富的琐事 我们从平安季又得着 另一部分是什么 胸 胸 就是支油和胸 通常 小了命要不是公牛 要不是羔羊 这里 重点在动物的胸 胸象征 象征什么 象征了 爱 感情 Amen 在整本圣经 胸或心脏都指爱 Amen 那么是谁的胸呢 是动物的胸 这里讲的不是你的爱 各位 暂时忘记自己 神并不是说你必须爱 你要爱 不不不 他是在说你看见我儿子对你的爱吗 你能先看到我儿子对我的爱吗 因为这里 别忘了 我们总是从我们的益处 我们自己来看 但其实耶稣的死 是为实现神的荣耀 Amen 将荣耀归给神 成就他所有对于公义圣洁的属性 并代表我们所有人来满足 他的死让律法得以彰显 圣经说 他的死 律法被彰显的原因 对每个信的人 基督是律法的终结 所以当我们看十字架时 请记住 耶稣为我们的罪死 但最主要的 别忘记 耶稣死 首先是为实现神 对我们所要求的一切 耶稣成功满足了 圣经说 他所成就的是超乎所求的 哈雷路亚 然后才是耶稣替我们死 哈雷路亚 Amen 好 他爱神 那凶 为什么他死在十字架上 他爱他的父 他爱你和我 哈雷路亚 那象征凶 这不是你的凶 神不是在说 你有多爱我 你有多爱耶稣 朋友 暂时忘掉这件事 这不是主要问题 我们爱 因为前提是 因他先爱我们 除非我们看到第一个原因 否则无法成为有爱的人 我们不能爱神 不能彼此相爱 Amen 那些经文没说 我们只有爱他 或只有彼此相爱 他说我们爱 也就是说我们爱他 我们彼此相爱 是因为第一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让我们能够在心中有爱 是因为知道他爱我们 Amen 所以在十字架上 耶稣舍下自己的生命 因为他爱他的父 那是父的食物 他舍下自己的生命 因为他爱你和我 哈雷路亚 这是我们的食物 我们稍后会看到神如何以 这胸为食 你和我如何以这个胸为食 神在耶稣的爱中 得着他的喜乐和快乐 你和我在耶稣的爱中 找到喜乐 大祭司自己亚伦 今天谁是大祭司 耶稣 亚伦自己在动物的胸 得着他的满足 喜乐和食物 所以在这里 你看见耶稣双重部分 你发现耶稣自己也享受 他对你的爱 他在服侍你时 得着他的食物 哈雷路亚 他 知道吗朋友 就像井边那个妇人一样 耶稣累了 圣经说 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那是什么 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其实有另一条路 可以绕过撒玛利亚 就是法利塞人会做的 许多虔诚的犹太人 都走这条路 圣经说 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他不想绕过撒玛利亚 他必须要 这不是非得做的 或者因地势所需 不 是为着爱的必须 Amen 他必须遇见那女士 哪位女士 某个贵宾 不 一位 有五个丈夫的妇人 现在和她住在一起的 不是她的丈夫 她活在淫乱中 那个妇人 一个妇人 一个罪人 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他在中午找到她 耶稣在井边坐下 疲惫不堪 身体疲惫 他的门徒去为她买食物 自己也吃 他一个人 那妇人过来 耶稣说 请给我水喝 你知道他们在对话 他与妇人交谈 就是七句话 七是完全的数字 你知道他 他看着耶稣 一开始他说 你既是犹太人 怎么向我要水 我是撒玛利亚人 因为犹太人 与撒玛利亚人 不会来往 耶稣说 你若知道 对你说 给我水喝的是谁 你必早求他 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 然后 他说 我们知道弥赛亚要来 他来了 必将一切的事 都告诉我们 耶稣说 这和你说话的 就是他 哦 哈雷路亚 我 就是 他 赞美主 他出去 对众人说 有一个人 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 都给我说出来了 莫非这就是基督吗 哇 太棒了 其实 这是在约翰福音四章 约翰福音三章 有位虔诚的人 以色列的首领 他就像一个 法利赛的首领 他的名字叫 尼格迪姆 耶稣从未对他 写示自己是弥赛亚 耶稣从未透露 他是弥赛亚 但对这个妇人 他写明自己是弥赛亚 哈雷路亚 哈雷路亚 尼格迪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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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 约翰福音三章 有位虔诚的人 以色列的首领 他就像一个 法利赛的首领 他的名字叫 尼格迪姆 耶稣从未对他 启示自己是弥赛亚 耶稣从未透露 他是弥赛亚 但对这个妇人 他写明自己是弥赛亚 哈雷路亚 弥赛亚是位犹太人而来 想象一下 这妇人得到 超级丰富的荣耀 哈雷路亚 他得到超过所求的 哈雷路亚 谢谢你耶稣 Amen 然后门徒们来了 妇人把水罐子留在那 他进到城里 向所有人宣告耶稣 当他离开时 门徒回来 他们看见 他在和妇人说话 在妇人离开前 他们来到他面前 妇人离开了 他们说 拉比 我们给你带了食物 你知道耶稣说什么 我有食物吃 是你们不知道的 门徒就彼此对问说 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 因为当我们离开他时 他累了 他饿了 我们回来时 看起来很好 神清气爽 得力 如同他已经休息了 他刚刚休息 他刚刚吃饱一顿美餐 看起来不同 看起来不同 为什么 中找到他的满足感 如果我能这样说 如果神能复活 如果神可以充电 如果神可以 可以更新 是因为你允许他爱你 当你从主那里支取 他不会耗尽 如果你从人支取 你支取越多 人越精疲力竭 最终会倒下 对吗 但神不一样 你从神那里得着越多 他就越像是充电了 他越得更新 他越喜爱你所行的 因为神是这样 他持续的爱 他持续的给予 等着有人允许 他爱他们 你会成为那个人吗 赛美主 现在请你说 阿爸父 我现在接受你 爱我的事实 我接受主的爱 我不会再怀疑 我领受那份爱 我感谢爱就完全 除去一切惧怕 医治我的身体 让我 所有关系兴盛 那份爱 把我生命中 一切惧怕都除去 主啊谢谢你 我领受你的爱 奉耶稣的名 领受你对妻子 对丈夫的爱 领受你对孩子的爱 领受对父母的爱 Amen Amen 赞美主 感谢耶稣 好继续 他经手献给耶和华的伙计 就是只有和胸 要带来 好把胸在耶和华面前 做摇计摇一摇 他们是这样做的 他们带来公牛 羔羊的胸 他们会这么做 把祭物带来 被烤熟了 会拿着它 他们在主面前摇晃 他们会摇 Amen 作为爱的记号 主啊 我们在你面前 欢庆 凶 耶稣的爱 Amen 当我们敬拜神 当我们赞美神 无论我们 在主面前做什么 记住这一点 专注于耶稣的爱中 如此行 Amen 如果天父看见你 专注于耶稣的爱 那是你向主发出 心香之气的记 Hallelujah 如果我没有爱 无论我做什么 只是明的罗 我的歌 我的话语 只是想的拔 Amen 我若将所有的 洲际穷人 又舍己身 若没有爱 Amen 这里的爱 是神的爱 不是我的爱 Amen 是他的爱 如果我没意识到 这种爱 Amen 如果我没得着那爱 如果我没有领受 那个爱 我所做的一切 我所有的善行 对我没有任何益处 Amen Hallelujah 让我们继续读 祭司要把汁油 在台上焚烧 但胸 要归亚伦和他的子孙 朋友们 胸要归亚伦和他的子孙 胸是耶稣的爱 我说是耶稣的爱 因为动物的胸 动物是谁 象征耶稣 不是亚伦或他的子孙 他们没欢庆自己的胸 他们不会看着自己的胸 说我多有爱啊 不不 他们专注于动物的胸部 耶稣的爱 还有属于大祭司的部分 亚伦是以色列的大祭司 以及他的子孙 是胸 神 神的爱是你的产业 Hallelujah 朋友们 这是你的产业 这是你的福分 是属你的 是你的产业 领受他 耶稣的爱 Amen 领受他 赞美主 胸要归亚伦和他的子孙 注意亚伦的子孙 是大祭司的儿子 他们自己也是祭司 这象征我们所有人 亚伦是以色列第一位大祭司 他象征我们的主耶稣 换句话说 耶稣别忘记 他的食物是他的爱 他喜欢爱你 Hallelujah 他享受爱你 他享受爱我 他在爱我们中找到食物 赞美主 我们在他对我们的爱中 找到食物 越来越多以他为食 不是一次性的 牧师几年前 我就知道这个 我对神的爱有启示 不 是每日的 每日以此为食 今日的饮食赐给我们 Amen 我们想要神赐给我们的饼 是他的爱 我们要意识到 要每天都被爱喂养 Amen 我们继续 来看完这一段 你们要从平安记中 把右腿做举记 奉给祭司 右腿 右腿是最长和最强壮的骨头 在我们的身体里 在我们身体最强壮的骨头 是右腿 这象征力量 象征健康 象征能力 Amen 所以胸象征爱 右腿 右腿象征力量 能力 动物的力量 这也是平安记的一部分 Amen 用火烤的 还有火代表审判 神在十字架上的审判 当火临到耶稣 Amen 烧尽了 他代替我们 承担了一切我们的罪 我们的污秽 我们的不解 甚至我们的疾病 他承担我们的疾病 背负所有的病症 他全担在身上 火淋到他 将一切都烧灭 但是 当火击中他时 从他身上带出了 请注意 所有这些剂 火 触碰到繁剂 产生 辛香之气 当我们在火中 从我们嘴里 思想中出来的 不是辛香之气 就是这样 但耶稣在十字架上 所发出的 父啊赦免他们 他们不知道 自己做了什么 当火碰到他 从他身上出来的 是他的完全 发出的 发出的辛香 只有 只有父神 才能欣赏 父得着荣耀 父得满足 对你和我 所有的罪 天父完全满足了 Amen 借着他儿子的工作 你呢 你对神满意的 感到满足吗 神说 借着我儿子的血 你完全得饶恕 如果神说 你是 神是满意的 你呢 你呢 你应该安息 在神的满足中 你应该安息 在神的接纳 不在于你是否 感觉到被接纳 Amen 我们继续 好 多少人想要右腿 多少人想要右腿 想要神的能力 在你生命中 多少人看到 神的手动了 看见神的大能 不只是神的爱 神的大能 我将给你神大能 在你的生命中 被释放的秘诀 好 亚伦子孙中 所以亚伦 有这些儿子 对吗 我们知道那时候 拿达 亚比呼 以利亚萨 以他马 象征我们所有人 都是祭司 Amen 我们都是祭司 但亚伦是大祭司 我们今日都是君尊的祭司 但耶稣是我们 麦基喜德大祭司 Amen 请注意 在祭司的子孙中 在亚伦的子孙中 就是我们其中的一个 献平安寄生血 和汁油的 耶稣的丰富 要得着右腿为分 Hallelujah 换句话说 认识耶稣保险 和保险 为我们所做一切 价值和珍贵的人 Amen 以及他如何完全满足 神对圣洁和公义的 所有要求 Amen 一旦你明白这一点 你就是那个 献生血 Amen 平安寄 不仅如此 汁油 Amen 成为食物的汁油 Lehen 希伯来文是饼的意思 饼 汁油是神的饼 神以这种汁油为食 所有汁油都是主的 你刚才读到 再看一遍这节经文 在列维记三章 注意圣经说 祭司要在坛上焚烧 作为新香火祭的食物 汁油都是耶和华的 Hallelujah 好 圣经告诉我们 汁油就是饼 还有血 告诉你什么 其实今天 当我们领圣餐时 注意我用领寿 我们领寿圣餐 谁给我们 耶稣 麦基喜德 带来饼和酒 不是亚伯拉罕 带来饼和酒 所以耶稣是照着 麦基喜德的等次 成了大祭司 祂把饼和酒 带给我们 阿们 当我们领圣餐时 注意我用领寿 我们领寿圣餐 谁给我们 耶稣 麦基喜德 带来饼和酒 不是亚伯拉罕 带来饼和酒 所以耶稣是照着 麦基喜德的等次 成了大祭司 祂把饼和酒 带给我们 阿们 每天领圣餐时 我会看见 当我领寿主的圣餐 我看见 祂把饼和酒 带给我 我正在领寿 注意 我一只手 握着的是饼 另一只手 拿着杯 耶稣的血 和耶稣的身体 饼之油 阿们 祂一切的丰富 和祂的宝血 如果我明白这一点 如果我明白这一点 我在祭司的子孙中 你们都明白 你其实正在你的生命中 领受神的大能 哈利路亚 这就是为何圣经告诉我们 当你 当你带着感恩 按理领受主的圣餐 不是将圣餐直接转化 不是 我并不是说 这实际就变成了 只有律法 耶稣的身体 真实的变成血 不是 我是说 基于这些象征 Aman 这些象征 它所行的 尽管如此 只把这个推向另一个极端 只是餐桌上的事物 只是象征 对今天的我们 没有任何作用 只是为让我们 记住他 不不 我的朋友 犹太人 犹太人每年纪念 逾越节的方式 是重演 重演逾越节 对我们来说 是重演十字架上 发生的事 所以被称为感恩节 这不是我们献给耶稣 来行或做的事 他已经完成 做好了 完成了 哈利路亚 我们有圣餐 因为圣餐这个字 代表感恩 我们以感恩的心领受 他身体为我们所做的 我们在主面前宣告 耶稣我谢谢你 在你的身体里 你买书我所有的疾病 疼痛或任何病症 你在他的身上看见 我感谢你 因你的鞭伤 我得医治 也许是你有高血压的症状 你有高血压 阿爸父 我借着耶稣的身体 感谢你 因他的鞭伤 我的高血压得医治 借着耶稣的身体 我从这 糖尿病中得医治 靠着耶稣的身体 因他的鞭伤 因他的伤痕 我得医治了 脱离 脱离记忆 Amen 因他的鞭伤 我的大脑被医治了 哈利路亚 哦 嗯 一切都更加清晰 Amen 所以你从 主那里领受 Amen 耶稣破碎的身体 和血 血流出 第一 我们的罪得赦免 圣经说 不要专注于你的罪 其实圣参不是专注于此 他不是说 耶稣没有说 这杯 是我写中新约的杯 为使你专注于你的罪 不 这是为赦免你的罪 我们必须按理领受 不是要专注于他以 他以除去的罪 而是专注于他以成就的 来除去罪 哈利路亚 朋友们 这无法荣耀神 若你悲苦的领 领受 若你悲苦的领 领受 没有感恩 只是说 我希望你医治我 我知道我有那么多罪 请让耶稣的保血 洁净我 你正在把耶稣的保血 变成 他要再死一次 再次不停流血 不朋友们 是一场欢庆圣宴 是圣餐 献上感谢的 圣宴 哈利路亚 你为所成就的一切 感谢神 耶稣所成就的 感谢神 因他的鞭伤 我得医治 借着他保血 我成了义人 借着他保血 我所有罪 都得着赦免 哈利路亚 这就是按理 领受 哈利路亚 必会荣耀神 这就是领受 圣餐应有的态度 能荣耀神 哈利路亚 阿们 好 让我们把它说完 让我们往下看 看到最后一节经文 取了这摇的胸 和举的腿 就是爱和能力 字面上是爱和能力 神说 因为我从 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 给祭司亚伦和他子孙 神说的是 所有的爱 所有的能力 我给耶稣基督 给祭司亚伦 还有他的子孙 那是你和我 从以色列人中 所勇得的份的朋友们 不只是男性 你以为亚伦的子孙中 只有男性 朋友不是的 在另一个地方 谈论 宣了命 利未记第十章 讲的是同样的记 宣了命 平安记 所摇的胸 所举的腿 耶稣的爱 和耶稣的大能 你们要在洁净地方吃 你要享受 在一个干净的地方吃 你和你的儿女 都要同吃 请注意 你 你的儿子 和你的女儿一起 女儿们 也包括在内 因为这些事 从以色列人 平安祭中给你 当你的份 和你儿子的份 哈雷路亚 赞美主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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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一切荣耀 赞美归给耶稣 你有注意到吗 摇记的胸 你把胸 放在火里 烤 然后拿起来 祭司拿起来 在主面前摇 请注意 这个动作 这是他们的动作 耶稣的爱 主啊 父啊 看耶稣对你的爱 看十字架上 主所做的 因为他爱你 他为你舍命 天父 十字架上的耶稣 也爱我 为我舍下自己 是因为他爱我 为我舍己 当你这样宣告时 你真的热爱如同 你在欢呼和挥舞 并赞美 Amen 在父面前 神的爱 哈雷路亚 不止如此 还有举记的腿 好 举记不是这样 这是摇记 明白吗 早在他们在体育场馆 做这一切前 神已经开始了 Amen 神是原创人 Amen 摇记是这样的 被称为 摇动是 Tenufa 举记是 Tenufa 要举起来 你举起来 需要能力 力量 而你在举起什么 右腿 胸是摇的 大腿 能力 力量 是举起的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组成了 组成了十字架 当耶稣 在十字架上时 是 耶稣的爱 耶稣的大能 同时显现 向着天父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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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耶稣的名 朋友 这真是个好消息 Amen 这是你的产业 事实上 这些经文 接着说 三十五节 这是从耶和华 火祭中 做亚伦 瘦高的份 和他子孙 瘦高的份 正在 他叫他们 前来 给耶和华 供祭司 植分的日子 朋友们 这是你 生命中 得高谋的关键 你越专注 你越以此为时 每日在耶稣的爱中 找到你的喜乐 你越以神的大能为时 哈雷路亚 当你以神的大能为时 当你这样说话 主耶稣 当我今天走向世界时 当我的家人今天外出时 我感谢你 你的大能保护我们的安全 你的大能使我们远离罪恶 你的大能使我们远离恶者 你的大能使我们免于各样疾病和病症 你的大能使我们远离各样的邪恶 你的大能使我们远离恶者的势力 谢谢你天父 哈雷路亚 你的大能保守我们 Amen 我们蒙神能力保守 直到救恩 圣经说 这里的救恩包括一切 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一切 Amen 这是亚伦和他的儿子们 受高的秘诀 Amen 专注于此 得以在恩膏里流动 恩膏所在之处 打破所有撒旦的恶 恩膏流动时 就像油 事情变得顺畅 兴盛 容易 和清盛 没有恩膏非常困难 会很 会很 会很麻烦 就像沉重的恶 但是当恩膏流动 Amen 愿你做的一切 在家庭生活等等的 就像生命中 有恩膏流动一样 Amen 赞美主 你得祝福了吗 如果神的爱触动你的心 如果你今天知道 这超出你的理解 你的心 知道神爱你 何不接受他进入你的生命 何不欢迎耶稣为你的救主和你的主 朋友 我们都犯了罪 所有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但神差他的儿子 使耶稣付出代价 十字架上我们的罪 在他自己身上 并将他全部除灭 他从死里复活 不再有我们的罪 他从死里复活 得着永远的荣耀 Amen 天上和地上 一切的能力和权柄都归他 Amen 朋友 如果你相信 想要耶稣进入你的生命 和我一起祷告 Amen 不要拖延 不要犹豫 是时候了 是救恩的日子 做这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 你爱我 差派你爱子 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谢谢你天父 你已使他从死里复活 谢谢你 天父你爱我 我为主耶稣基督感谢你 祂是我的救主 说祂是我的救主 耶稣是我的救主 是我的主 直到永远 奉耶稣的名 朋友 如果你做这个祷告 你是神的儿女 你里面的一切都过去了 你里面的一切都变成新的 你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 Amen 赞美主 请各位起立 哈雷路亚 谢谢主耶稣 朋友 这个礼拜 不要担心新闻报道 和其他一切 仰望主 你因神的大能得保守 相信祂 是时候祂的爱被写明 Amen 进入迷失哭泣 叹息的世界 耶稣活着 祂想要 祂爱他们 想进入他们的生命 Amen 哈雷路亚 这一周 主的大能 亲自保护你 保守你 保护你 和你所爱的 远离一切疾病 一切病症 一切危险 远离一切恶事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天父 也将你从黑暗的权柄中 拯救出来 祂也让你进入 祂爱子爱的国度 Amen 主施恩于你 在这一周 愿你看见恩惠彰显 凡你所触摸的 你看见 与你相关的一切事物中 你看到 神的恩惠 无处不在 愿你在整个星期 都专注在这恩惠 愿你 以胸为食 在本周享受 主耶稣的爱 祂对你的爱 祂对你家人的爱 看见神的大能 行在你身上 在你生命的每个领域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大家一起说 Amen 麻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